請教授 被告王景玉殺人案件 今天宣判 判決結果 原判決撤銷 王景玉 成年人 故意對兒童犯殺人罪 處無期徒刑 此奪公權終身 各位來嗎 你想當面跟他說一句對不起嗎 讓我去吧 我們要走回去嗎?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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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剛才最後沉思的意思是希望請保育能夠拍王景玉死心 是 沒有接受她的道歉 沒有 對我來說就算判決讓被告判處即刑 這樣的結論對我所認為的正義還是有很大的距離 縱使國家奪走了她的生命 終究來說怎麼還會有安慰怎麼還會有正義 我們最想要的當然就是小團包從來沒有離開 但退一萬步來說 我要其他的孩子不希望再受到相同的照遇相同的厄運 一命抵一命是對小團包生命的侮辱 再回心裡小團包的生命絕對不會與王先生的姓名等值 在參考台大龍總精神鑑定的意見 認為被告王景玉在犯本案的時候 他的辨識能力以及控制能力 非但沒有喪失並不適用刑法第十九條 不罰或者減輕其刑的規定 本院何一廷依照圈內相關的良心資料 並且參考專業醫師的證述以及意見 認為本案的發生畢竟是起因於被告王景玉 長期精神疾病所引起的幻聽妄想而造成 本件雖然因為被告王景玉和他的家人缺乏病逝感 而且也沒有穩定的接受醫療以及治療 發生了本件遺憾的事情 但是日後如果能夠經過適當的治療、醫治以及心理輔導 仍然可以有相當程度的改善 也因此可以降低他再犯的可能性 本院何一廷因此認為被告王景玉還沒有判處急刑 永遠隔絕於社會的必要 因此判處他無期徒刑並且恥奪公權終身 所以現在在家中的長期間 他就像是做成功的一段階段 這就是很難以後的靈性 跟他要求免分析 然後再犯,再發生就像是做成功的 也就像是對於是